18世紀的一個燈籠品 有一道燈籠村也行 或者是八仙 八個仙人 一二 這裡有一隻鶴 五個鶴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鐵拐裡 七個 八個 這裡又有一隻鶴 這個青花有點發黑 藍黑藍黑的 典型的乾隆的作品 按照我來說 十七世紀乾隆的 兩棵松樹 這兩棵松樹在康熙就開始 很流行 或者畫的是三棵樹 或者是兩棵松樹 長寿之一 萬年寿 千年和 四個 通頸 三組文是交曰文 規矩文 這個方甲 再開光 四個雜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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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 五重 五重文是 看到雙川 火燒紅很濃烈 四個雜寶 還有沾沙 這個是乾隆的 都比較重 不要說 比較重 它是一支 它是一支酸胚酸刀底下去的 所以一般上是 紡漆的一般都是灌漿 或是用膜 用膜來固定它 那這個青花石帶有 藍黑藍黑 三十六公分高 三十六公分高 口徑是十三點五 底徑也都是十三點五 都是一樣 這個青花有一點發黑 藍黑藍黑的